台东县台东市观光夜市处境会理事长赖美越总干事蔡震宏 常务监视罗永峰于5月31号上午11点 送爱新物资前往布东医院慰绕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他们也要吃饭 他们就是三餐 因为三餐都是吃便当 说实在吃便当吃久了 所以也会腻 所以我们才考虑说我们送个鸡排 送个挂包 他们也可以吃饱 也可以补充一些体力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我们都看到 那个医护人员忙到整个布局排交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们讲说尽量以方便性为主 此外 陈明峰议员提供100条运动毛巾 给台东医院医护人员打气 那现在是说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这些物质送进让我们的员工感到非常地有 很安心 那当然在这段期间 在我们院长领导之下 尽我们在地方的责任 因为我们是责任医院 大家坚守岗位把疫情做好 把台东守住好 感谢各位乡亲的爱心跟支持 谢谢 那现在有市场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正确说就看之前 我有在丰隆路全家旁边卖 所以现在目前固定在那边 哦 先暂时找钱的地方卖 对对对对对 哦 不完的话就都没有 20了啦 真的啦 我们做夜市的我们一天没有做 没有办法啦 收入差 是从刚才做的差 差不多七成了啦 七成了 对对对 你现在还在外面白责 对啊 现在还在外面 我还好 我 我是过没有房租呢 我是排在路边呢 我省这些 不然我房租我早就飞了呀 我没有办法生存了 哎 那你们现在从疫情到现在 都多久没有开市了 哦 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哦 差不多一个月了 那这样收入跟以前差多少 哦 差 零 多少 零啊 零啊 因为没有在营业啊 那你们现在觉得还可以撑多久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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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鸡排 挂包 甘草芭乐 古早味红茶 赠送到布东的这些爱心物资 都是向防疫期间 配合政府政策 自动停业的促进会摊商采购 除了带给他们一些微薄的收入外 也希望这项爱心活动 抛砖引玉 停医护 人人做好防疫的工作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